主要就是填受益人的名字 很多人就說這個是不是信託 這個不是信託 這個是讓你可以指定受益人 我們剛才說指定了受益人 就不會有認證 這個物業指定受益人 就是靠這一張紙的 什麼物業可以做TODD 是residential 就是住屋的四個單位以下 你都可以憑著登記這個TODD 將來是避免認證 有一樣要注意的就是 用這個表格 你填上去的受益人 一定是平均分配的 三個人就每人三分之一 四個人就每人四分之一 你不可以指定哪個多些 哪個少些 登記這份東西的費用是多少呢 2018年之前就很經濟的 登記這張東西 你找地保官證明簽紙十多元 然後拿去登記二十多元 那就搞定了 即是夫婦每人登記一張TODD 50元應該就夠了 但是由今年開始 加州政府就見很多人去登記這個 他就現在每一張 他額外收多七十五元 那就是每一張TODD 去登記的時候 就要花大約一百元 如果你是一兩個物業 都值得做的 就是你省下不用做信託 但是如果你有三四五個物業的時候 你去登記這些TODD 可能那個洗費 跟你去做的生前信託 是不差得很多的 現在在美加各地 多謝收睇到 三藩市灣區 KTSF26台的精彩節目 三藩市灣區的觀眾 可以透過KTSF App 或電視收睇 其他地方的觀眾 可以透過SBTV App 或上網 SBTV.KTSF.com收睇